第26題 凱與取四個完全相同的木塊夾、魚、丙釘 靜置於粗糙程度相同的斜面和平面上 如附圖所示 若已知斜面傾斜越大 物體的下滑力量也越大 若比較四個木塊在斜面上所受摩擦力的大小關係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我們曉得我們的木塊是沒有動靜置的 所以我們的近摩擦力等於外力 這裡的外力就是它本身下滑的力量 所以呢 我們的摩擦力要跟我們的下滑力量相同 也就是下滑力量如果越大 那麼我們的 摩擦力 近摩擦力就會越大 題目上已經告訴我們說傾斜越大 物體的下滑力量也會越大 我們看到丙跟釘 他們是放在同一個斜面上 他們的傾斜程度相同 所以他們的下滑力量相同 他們的近摩擦力相同 所以丙的近摩擦力等於釘的近摩擦力 而我們的丙釘的傾斜角度45度 比甲的角度散出來的大 所以丙釘的下滑力大 那也就是他們的摩擦力就會比我們的甲來的大 所以丙會等於釘 然後呢 我們會大於大於我們的甲 那麼我們的乙呢 是平放在我們的平面上 完全沒有下滑 所以他完全沒有所謂的 下滑的力量 所以他就沒有所謂的近摩擦力 所以的近摩擦是0 所以呢 我們的乙的近摩擦力最小 所以他們的近摩擦力大小 關係是丙等於釘 大於甲大於乙 所以我們就發現到 甲大於丙這個敘述是錯的 所以第26題問我們說 若比較四個 木塊在斜面上所受摩擦力大 角關係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我們答案選擇是A 甲大於丙 所以我們會不會有所謂的